欢迎收看5月17号的 我爱动起来 我爱动起来 我是林一文 美国之棒看华视 洛杉矶到期 今天在主场举行 大鼓祥评的摇头娃娃日 只要买票进场的球迷 就可以获得大鼓祥评的公仔 而在比赛勘打之前 已经出现满满的排队人潮 另外球团还邀请了 儿童医院的病童来到场看球 有一位叫做Albert 小男孩他非常的幸运 除了获得大鼓祥评的摇头娃娃之外 Otani嫂本人还突然惊喜现身 Albert是睁大眼睛 一部不敢相信的样子 画面相当的可爱文心 到期球场内 球迷们人手一合 台湾时间17号 是大鼓祥评的摇头娃娃日 蓝茂军总共发放 4万个摇头娃娃 其中有1700个是隐藏版 左边的白色Otani是基本款 右边穿灰色客场球衣的Otani 则是西游款 只有4%的几率可以抽奖取得 而大鼓在到齐的高人气 从这个排队的人潮就知道 赛前的三小时 球场附近已经大排长楼 连外国媒体都说 这个景象相当疯狂 大家对Otani的爱 多到满初来 这位叫Albert的小男孩 就付了最好的诠释 戴着蓝色球帽的Albert 是儿童医院的病头 受到球团邀请 来到现场看球 原本他以为 获得大鼓的公仔已经足够 结果还有更美好的事 他的偶像大鼓祥品 惊喜献身 送给他全名球衣 还有全名球 还告诉了Albert 一个最棒的消息 Albert瞪大眼睛 嘴巴张得大大的 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这个像梦一般的场景 Otani上就站在他的身旁 还跟他的朋友家人一起合着 知道偶像走远了 Albert才回过神来 分享自己的心情 我第一次觉得他很胖 我还记得他在三十秒 然而世界的Otani也说到做到 Albert开球 由他担任截球不受 两人温暖的互斗 让人印象深刻 也带给Albert用深难忘的回忆 好奇新闻 陈志学 林志薇报导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